崇祯 秦政的王国军 作者 陈吴同 播讲 夏秋年 第三章 幽秦涕利求中兴 第三节 引进西方科技文化 为了实现中兴之治 明思宗还积极支持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 自15世纪末 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 西方殖民者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 西方传教士也踏着殖民者的足迹 到各地传播基督教 作为其殖民统治的工具 在欧洲宗教改革中 西班牙 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旧教 及天主教仍然保持着统治地位 为了扩张天主教的势力 以与日益兴盛的新教及基督教相抗衡 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 创立了一个传教组织 1540年获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 命名为耶稣会 此时 葡萄牙 西班牙的殖民势力已扩展到东方 耶稣会在西方无力与基督教对抗 便极力向东方发展 力图挤进中国的大门 嘉靖32年 1553年 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船只遭遇风暴 需上岸晾晒进水的货物 买通广东地方官员 攫取了在我国澳门的居住权 许诺每年缴纳白银500两 万利元年 1573年 他们将500两白银改交民政府 获得在澳门的租界居住权 此后 澳门便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一个基地 到万利年间 一些耶稣会士陆续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这些传教士逐步意识到 中华文明是有别于欧洲文明的另一种灿烂文明 只有在尊重中华文明和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 通过学术交流和道德规范的互相仿效 才能达到使中国民众皈依的目的 于是便改变以往那种一手拿剑 一手拿圣经的暴力传教方式 采取温和的方式在中国传教 其中有以耶稣会士 意大利人立马斗的成绩最为突出 1582年 他先到达澳门 在那里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 半历十一年 随耶稣会士罗明坚到赵庆 建立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 鲜花寺 开始了在中国的步道生涯 后来他先后迁居韶州 经广东韶关 南昌 南京 万历二十八年 与另一耶稣会士旁迪我一起北上 到达北京 向明神宗献上圣像 大小自鸣钟 万国图治 西洋秦等三十多件礼物 明神宗见大小自鸣钟的时针 在滴答声中不停移动 到整点时还会自动报时 惊喜异常 爱不释手 下旨在宣武门内拨给一块土地 准许他们在那里建立教堂 金南堂 使之获得了在北京拘留传教的合法地位 利马窦来到中国后 尽量随从中国的风尚 穿中国衣服 先穿僧服 后改穿儒服 吃中国饭菜 使用中国语言 研读儒家典籍 广泛结交中国的官僚士大夫 向他们介绍西方近代的科技知识 同时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天主教教义 甚至修改教规 允许教徒祭天 四祖 拜孔 吸收他们入教 利马窦的步道 得到了瞿泰素 冯应经 徐光启 李之早 杨廷云等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 他们都先后受洗入教 同时也得到沈医冠 曹于辩 冯奇 李代等官僚的支持 使他得以顺利进入北京 并在北京立足传教 继利马窦之后 来华传教的有 意大利人熊三拔 艾如略 罗亚古 德国人邓玉涵 汤若旺 法国人吉尼格等 他们基本上都沿用利马窦温和的方式 在中国各地传教 极致明末 全国各重要地方几乎都建立起教堂 教徒不下数万人 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 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技文化 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传播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热潮 这受到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员的积极欢迎 同时也受到一些守救士大夫和官僚的强烈反对 办例43年 1615年 南京礼部侍郎沈雀及尚书指赤西方传教士 暗商王化 为患叵测 南京巡城御史遂派兵逮捕王丰肃 谢乌禄等西方传教士和14名中国教徒 徐光启 李之早 杨廷云等极必营救魏国 办例45年 明神宗下旨 将南京的传教士王丰肃 谢乌禄等都令西归 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等 义令归还本国 这些传教士大多躲到澳门 有的则藏到信教的士大夫家中 明神宗死后 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叶向高重新入阁主政 霸赤审阙 这场南京教案的风波才告平息 明思宗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近代科技文化颇感兴趣 但他不像明神宗对待钟表那样只限于把玩欣赏 而是注重实际应用 为实现明王朝的中兴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 其突出的表现是崇祯立书的修传 与西洋火炮的引进应用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不过继续被解放过设备的